歡迎大家收看 大家收看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四官 我們在座三個 就是我梁思浩 李思培 梁安婷 梁安婷是剛剛入演藝圈的 就是娛樂圈 就是在學習練習生 這裏都叫娛樂圈的嗎? 當然啦 人家報紙會登的 你的樣子很壞 我很小心的 報紙會登的 你有沒有經常登我這些樣子呢? 我已經登那些 喂 如果不是娛樂圈的人 為什麼登呢? 因為你有你梁思浩 那你站在我旁邊都是娛樂圈的人 是不是? 就是 我從小時候在這一行到大 我很明白到作為我們藝人 首先有一件事 我們真的長期要把我們身體保持得好 保持得好 健康才行的 最近剛剛有人就說了 哇 那就損失很多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假設你的藝人 你知不知道 我逐一件事說 我們譬如假設梁思浩 原來2024年2月在九展做錄場的talk show 我需要不需要簽場呢? 當然要啦 用不需要付錢呢? 當然要啦 你當然要下訂了 是啊 那到最後了 最後一個禮拜 他們每個合約裡面有個期限 就是如果你在什麼時候切 你要付多少 什麼時候切要付多少 有所有的書在那裡 有所有的書在那裡 如果我臨時臨時臨時開show前 賣了票了 然後原來我屁股癢 要進醫院 開不了那個show 開不了那個show 切了一個屁股去吧? 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九展要不要我付錢呢? 當然要啦 不要說你啦 那個是張學友都要付啦 不是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的藝人壓力這麼大 假設 比如上個星期這樣 我開了劇組要拍攝 如果我之前一晚病呢 我其實是很大肆的 我知道 就算好像昨天不是下雨的 是啊 我都大肆 我們直播啦 不用病的 如果我三天前的東西是昨天拍呢 我已經不見了一塊錢了 因為我沒有辦法在外景拍到的了 就是大家一班坐在那裡等 等多久可以停呢 不會停 昨天全天都沒有停過 今天都繼續下 所以我經常都說做藝人也好 做製作也好 最重要是有半點運的 我經常說求那半點運 就是有些人就 天時地利啦 好像那次講的 是啊 天時地利 甚至我曾經跟一個人挑戰 我說你不信啊 我就從來不會不信的 做多好過做少 那我就開鏡啊 什麼啊 接著有些人說沒有這樣的了 我給錢買 我給錢買 接著他說那不是劇組要你給錢買 不是挺好的 就是我彈求大家個個沒事的 就是這塊錢 如果這幾千元能夠保住大家平安 我照做 就是那隻乳主 不是 接著他就說一定能保住 不要爭 是 真是不要爭 如果你不信的 你不要吃 OK 行了 不信我不是逼你信 但是我是很信且保護大家而已 最重要是大家沒事 派那個時候你不信是可以的 終歸有一次 有一個人我現在知道了 神經病 我都不明白你們的娛樂圈的人 每次又說什麼演唱會 又說要拜神 又說要聖 又說要整個台裡面 這裏又說要這樣 又說那裏要這樣 這麼多規矩的 都不是我們新一代的 他不信 可不可以出事嗎 很大的事情出了 是啊 你可以說 不會跟不拜神有關 跟你安全那樣東西有關 我都說不要爭 沒得爭 是啊 我說你信的 你就拜 你不信就不拜了 有什麼所謂 還有這個儀式都要做的 因為很多人相信的 是不是 究竟做下去的 每一次都做的 但是有些人是不信邪的 所以他自己沒有做 不要撞香就不要做 沒有做之後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 是的 你的頂那個 你知道香港曾經有一次 外國人你會不會信觀音菩薩呢 外國說的是外國人 多數不信 但是都有小部份信的 好了 這個是在香港裏面 唯一一宗 是登了報紙的 那就是在我們前面 就是剛剛在我們前面 現在建了什麼的了 建了PP商場那裡 那裡以前是有一個大樓的 那個大樓裡面是政府部門來的 政府部門 是不是有狐仙呢 那是政府部門 我先講了政府部門 接著那些同事說 我們晚上都看到鬼 那個外國人就說 神經病 哪有鬼的 直至那隻鬼站在他的房間裡 哈哈 好恐怖啊 他將來就說 行了行了 你不信我 我今晚給你看 PP咯 是啊 很厲害的 接著他唯獨一試 是約了所有新聞界港版 所有的人是一路 全香港連續打三個債 是那個外國人說給錢 這麼大的事情 我老實說你不信邪就不信 是啊 他不信他還要 我今晚找你 讓你再信 不是 他就站在那裡 是 你不信我不要緊 我今晚找你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呢 是很震撼的 他將他的打字機 藏在一個地方 他就呆了 那裡可以塞到一個打字機 很害怕 很恐怖啊 是啊 他是收了一個櫃桶裡面 那個櫃桶是沒有位可以 塞到一個打字機 總之怎樣移動那個打字機 一定不會放在那個位子 沒有 沒有 下一點給我看 他到沒有了 OK 相信 所以我上次某些show 我經常跟一些人說 一有人開聲 比如他說 我又相信 是啊 那我心就說什麼呢 不要緊 你不相信 我不會逼你相信 我不會逼你相信 是 有些什麼事 你找他一家人好了 我一定會暗地裡說的 我就很尊敬你們 我很相信的 我就很尊敬你們 我所有事情都做足的 我都做足了 OK 你們要什麼 買多一點點 是他不相信的 OK 有些什麼事 去找他的家人 OK 不要找我的同事 OK 去找他的家人 OK 我永遠都是這樣說的 OK 所以 最近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虧很多呢 其實最近 有公佈的 有沒有公佈的 公佈的 大家知道的 沒有公佈的 我想他都不會公佈的 因為最近有幾個藝人病了 但是他們其實是去年已經安排了演唱會期的 鄭聖文那個 鄭聖文大家知道宣佈 是的 但是為什麼這麼久 他都沒有宣佈 你知不知道 什麼時候補回那個 你有沒有聽過補回給你們 都要有場地才行的 有些預訂好了 而且他不是開幾天 他都長時間的 場地呢 現在是有三個場是隔了的 但是他是紅館的嗎 紅館 明年的期間都有三個空檔 其實他要告訴你 其實現在入市都有的 是 那我就會想了 就是 是 場是要預訂 但是如果假設 他真的要預訂的話 是有三格的 因為大家都查到的 大家上網查到的 不是只有我梁叔這麼包庇 我明白 是大家上網都查到的 明白明白 好了 只不過我看了這個原因 是 是 第二 陳奕迅都宣佈 由於身體的問題 是啊 是啊 昨天宣佈的 是 還有一個呢 那個不能說 那個不能說 OK 就是 對了 陳奕迅 對了 延期 但是暫時還沒有可以通知大家 嗯 所以 你問我一個的藝人 是 今天公佈了 延至到10月26號 31號 和11月1號 補回給大家 嗯 因為他其實昨天 就因為演唱會 他病了 是 感冒 我們藝人 拍攝也好 做歌聲也好 所以 我們互相很幫忙的 我經常都說 幸好 我們這一行裏面 我試過有一次 有個人打給我 我說 你什麼事啊 我說 好好好 病了 我沒有問他什麼病 那我這樣怎麼辦 他說 但是我有當事是甩了 但是人家不肯 不肯 讓我不做 但是我說你病了 所以我現在打給你 叫你幫忙 叫你幫忙 那我怎麼幫到你啊 你說就行了 他說你介不介 幫我唱三隻歌 你頂了 我說不介意 那我問人家可不可以 接著他第二句 他說可以了 無端端人家請周吉佩 突然張學又來了 怎麼會不可以呢 他說怎麼會不可以呢 他第二句就 好正 他第二句就說了 但是他不會給你的錢 他不會給你的錢 他不會給你的錢 他只是給你的錢 他只是給你的錢 因為我們預了預算 我說可以了 我幫你而已 他說真的嗎 我說是呀 你跟他說 怎麼知道對方立即答應 當然啦 你很反應 那我就幫他頂了 我去到也是照說的 我是來幫別人替工的 是 下去之後就好笑的 然後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行了 我純粹幫誰 其他事情你自己跟他講 總之 行了 我就是負責來唱三首歌 我來負責唱三首歌 買了票那些人 其實很多次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次是這樣的 你知道我試過有一次看一個show 我們都很震撼的 哇 這個嘉賓這麼大的 他就說原本不是這個嘉賓 是那個嘉賓掉了 那媽媽有事 自己幫他打給他 不是呀 因為人家自己答應了 不好意思 但是你家中有事 那你都要搞定這件事的 又不可以影響別人的show的進行 你真的需要一個嘉賓 那唯有自己死死地打電話 喂 我來不了 我誰來的 你叫他來 叫得到啊 好啊 好啊 叫得到好啊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你給原有的東西 是呀 不就是黎曼價錢升班在手 這樣一定可以的 所以每個藝人都有一些人情卡在手 我們過往是有的 江湖舊金四個只是這樣用 加加油求 誰知道自己需要不需要用 所以那天我在後台上 和那兩個妹妹說 你知道這個世界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尤其是做你們 你們想很多錢賺 很多東西做 最重要的是網絡厲害 那網絡是什麼呢 接到東西做 看一看自己的耕表 糟了 撞了旗 就是找一些同組的人 喂喂喂 可不可以幫你調一調啊 不是 我們先談了 調了先 調了先 再告訴AA聽 不好意思啊 我那天有些事情 不過誰就可以的 不過誰呢 就跟我對調了 你不搞到他 他就不理 是的 因為你省了麻煩 他又要重新幫你拼了時間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 不行 他逐個電話打他 他真的會理你 以後都未必會找你 以後都未必會找你 沒有 沒有 你不要做 然後他說 是嗎 我們以前經常都是這樣的 永遠都有 經常轉來轉去 然後呢 因為那個統籌很壞的 第一句 語氣壞 我現在問他 我問他 是不是還是這樣的 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 永遠你問他什麼 有些人很有趣的 那個態度 什麼叫拿著雞毛蕩令箭呢 他就是這種 到現時為止 你問他什麼 不好意思啊 沒有 都不用說 不是啊 沒說什麼原因 沒有了 什麼原因都沒有 因為埋得他位 那些通常都是當奇的 這樣呢 你變了你自己 我說 我們想什麼 你自己計算了 表出來了 然後你問他 這兩天我要上班 糟了 我要陪我媽媽去旅行 這樣嗎 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朋友 你介不介意跟我調你一天 就好像你那時候登台也是 你先讓我唱 對啦 我要走了 然後那些人說 你自己調了 你不要煩到他 因為他要去問人 不好意思啊 我想對調 不用了 我已經問了 他OK 誰誰可以的 他OK 這樣吧 他就是我 你搞不到他 如果你跟他說 那天呢 沒有 沒有 那你不要做 那一吊吊起所有事情 你所有做不到 好了 然後就好笑 如果你們談好了 不好意思 那天呢 那天呢 因為我跟那邊已經談好了 他肯幫我 你煩不到他 嗯 他就會只剩一句什麼呢 整天都是這樣的 你們 搞東西都會少一點 最多是打你兩句 但他不會不用 是是是 但他都會振你兩句 是是 他們都會 收驗一下 是啊 整天都是這樣的 調來調去 哎 浪費了些字 總要講一句去 人一人來 那我說 記住啊 這些呢 你不要砌他 試過有人砌他 死了 是是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人緣多重要 你教那些 人緣多重要 人緣多重要 人緣很重要 將來有一天 你記住 你紅了 你就告訴他 我要請假 他就看著你 哦 好好幫你調 哈哈哈哈 但如果不是呢 你都是要自己搞定 你先調定 那你就會有 你有辦法談 是是是 如果不是一定沒有 我和師培都做過那一組的 是 一定沒有 嗯 不知為什麼 很喜歡樓蘭人的 還沒紅 那時候你說 因為他已經編好了 你要他調來調去 那你又說得對 還沒紅 你想想嘗試梁思浩 你現在說 我21號請假 哦 那是 那時候還沒紅 那時候你們 是 那時候就 你經常告訴他 第一 不知道那個崗位的人 永遠的臉 都是朝向西方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 問他什麼 他都還沒聽完 沒有 不行 他好笑 還沒聽完 我免得開他名 誰說什麼 沒有 是 都是那件事情 你埋起來的那個位 都是要打擾他 你不會有他 就要問他 你吃得早餐沒有 你試試找個紅一點的說 是不是 好 因為我那天跟安德主 談這個 我說你叫你的朋友 改一下 可能現在聽到 自己笑出來 是嗎 改一下 歲月都變了 是不是 改一下 我那天才跟安德主 說你叫你的朋友 改一下 好了 現在人家全部用電腦 Whatsapp 已經可以調來調去 有一次 好笑 然後我就教他們 早些人 你走過去 弄鬼 怎麼弄 麻煩 他叫私培 麻煩私培 他一定回答你 沒有 你教他怎麼弄他 有時候是這樣的 一個來 怎樣 一看都不看 你教那個人怎麼弄 我就教他 私培 你先回答我沒有 沒有 我想請你吃個蛋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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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為他不看的 他真的不知道 他不看的 而且是不是都說沒有 是的 是的 是不是都說沒有 有些人也是這樣的 是呀 有些人的性格都是 比較negative的人 就是什麼都 先黑了面子 然後沒有 不行 是 然後 然後他現在還要笑 他經常都說沒有 我說你叫他 私培 什麼什麼 沒有 我問這條底座是不是你 就是把他弄回去 把他弄回去 我說做人幾十年都不改 地球都改了 這次我經常說藝人 就真的要打理好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演出 其實幕後很多人 每一個人的日薪薪都很大 即是說你不出現 其實那塊錢都是要給的 不講一些很秘密的事情 其實明年有兩個演唱會 不知道什麼原因 明年的2024 入了紙 批了 是突然間回頭說不做了 所以我希望所有藝人 我只是說這句話 希望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身體健康 因為有健康才能夠繼續賺到錢 這個是大前提 最重要要留意著自己的健康 留意著自己的身體 好了 看看大鐘 直到尾聲了 明天準時10點再見 拜拜 拜拜